比特币可以确认是假突破了吗?可以做空了吗? 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请随我看下去 这是我在昨天晚上所开的单子 那其实我也有经历过了一轮加仓 其实我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 有蛮长的时间都在盯盘 因为我们的交易机会已经出现了 我一直在等待的交易机会已经出现了 好,随我看下去吧 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图表 那你可以看到呢,在四小时级表 我们这个突破跟这段下跌,对吧 我们不可否认大概从四万五到四万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需位 非常重要的压力支撑互换位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下跌的时候是放出非常大的量能的 而我们上涨的时候,你可以互相比对一下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我们下跌的量能是比上涨要来的更大的 好,那如果说你有在我的群组的话 其实我昨天也有提醒到风险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昨天是非常及时的发布这则消息 如果你的多单成本在四万六三万的 请注意 我们已经下破这个骑行了 当骑行下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供应已经大于需求了 原本呢,我们在突破的时候是 绿色的柱子量能比较大 但是我们后来呢 是红色的柱子的量能慢慢变大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突破的量能 跟盘整的量能是差不多的 那这个突破还可信吗 而且以太坊呢 昨天也是有出现交易机会的 它靠近了上升趋势险 而且临近了一个压力支撑的互换位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如何抓住 好,我们先切换到一小时的图表 你可以发现呢 其实我昨天啊 我昨天做空的第一个点位呢 是在这里 我昨天先跌破这里的时候 我先加一个底仓 然后呢 后来怎么样 后来 为什么在这里它会有一定的支撑呢 其实这个很简单 因为一定会有人看着 趋势线就去抄底 就去做多嘛 那我个人是没有这种习惯了 那我加仓的时候呢 是在确认跌破的时候 而且是放量下跌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下跌的时候 它是有放出量能的 如果说它跌破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没有放出量能 那我也不敢去追 你可以看到它在这里 是放出量能的 对吧 所以昨天的信号已经非常清楚 非常明显了 好 那 如果说呢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 我们前一个低点 我们前一个有效的低点 我会认为 大概是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43605 43605 如果我们确认跌破的话 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 确定我们这一段 它就是一个假突破 它就是一个假突破 其实我们从量能 也可以略知一二 那如果说 你也想要像我一样交易的话 我最推荐的就是 Buyben交易所 它是我换过这么多间交易所以来 无论从挂单深度 顺滑体验交易前面 都是我换过最好的交易所 没有之一 下方还有更多 头部顶件交易所 我保证是全网返还 最高的交易注册链接 还有非常欢迎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 你可能会说 昨天在跌破的时候 没有提醒 保证有提醒 你可以看到 我在这里的时候 我有提醒到大家 以太坊已经碰到上升趋势线了 Buyben已经碰到上升趋势线了 是整个大级别的 4小时级别的 而且你可以去对一下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保证对 这个时间保证就是 当下的那个时间 OK 所以如果说你有在我的社群的话 你都可以免费及时的获取到这些 保证可以帮助到你的消息 好 有人可能会问我说 那你止盈止损要挂拿 这个止盈止损这个问题呢 我不会在节目当中讲 那你问我的话我也不会讲 因为我们不是代单的社群 我们是一个研究技术分析的社群 我们不是在代单社群